东港的指标性观海楼海之丘 近年来结合装置艺术和周边景观富裕逐渐被重视 而为了搭配黑尾记的到来 县府观传处特别设置了 由红色凤梨花所组合承担新型花圃 四周搭配造型水管灯形成美丽景致 布料材刚建制完成 尚未验收就惨遭破坏 实在是令人感到相当错愕 东港区一会在鱼市场 后面以前是观海楼 现在又要把它改变成为一个三支丘 三支丘可以跳往陵园小琉球这个地方 可是今年的黑尾记 县府也有规划说 要在那边再做一个改造变化 所以说它今年变了一个花形 新型的小花圃 可是当要验收的时候 它就被我们东港有一些 它看到花很漂亮 所以把它摘回去 原本设计让参加观光季的游客 都能有种在优美海景中 享受浪漫真情的印象 现在遭到破坏 县府级迂会也共同谴责 强调已经加强巡逻 及加设监视器 呼吁民众不要事宜破坏 在那个地方是一个观光景点 希望呼吁所有的观众 不要说去那边 拖欠那么好的东西 希望把它永永远 把它保存下去 还有小朋友 也不要在花圃上面 嬉戏 游玩 这样破坏它的景观 这样也是不好的 除了海之丘的景观布置 在跨海大桥的新桥驿站 光复鹿木桥的樱花链道等等 都有相关意向的街景艺术 增加节庆可看性 希望游客保有功德心 观赏并爱惜 为地方观光 创造更大的商机与荣景 评东西我不会听于相词 采访报道